哈喽大家好,我是Zuma 我现在是一个跨离职的身心障碍者教保员 我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是 我最近在工作场合受伤了要请工商家的小故事 前几天我在上课的时候 那有一个游走型的学生 他就走过来,屁股就慢慢的要坐上来 结果他一坐下来,我的红椅子就垮了 那个瞬间啊,其实我是有意识到要垮了 然后我怕他受伤,所以我等于是把他抱得更紧 因为我怕他一起跌下来的时候受伤了 背部是正面朝下的倒在地上 第一时间其实我是痛到站不起来的 是真的缓了,应该有30秒以上 我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我立刻就去挂急诊,然后照X光 那锁性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医生就给我医嘱说要休养三天嘛 所以我礼拜四礼拜五就请了假 我的主管就问我要我赶快送假单 我就问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请工商假 因为我是在工作场合受伤的嘛 那没想到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们当天有去调监视器 看到我做了环抱这个动作 等于是我允许这个学生坐到的腿上 而导致椅子的重量,然后我往后倒 所以是我自己有问题 当下其实我是很害怕的 我觉得说不定是真的是我的错啊 我自己导致我自己受伤了,我怎么可以请工商假呢 我也跟我的劳工局的朋友联系 他刚好是在承办这块业务的 他就说其实我这件事情是完全合法的 如果真的到时候不愿意给工商假的话 我是可以直接去跟劳工局做一个申诉的动作 想了一想我决定还是跟我的主管说 没关系,那我还是想要请工商假 公司这边也说可以请工商假 那会进行全面的工作的检讨 其实还蛮感慨的 因为我做身心障碍者教保员嘛 我们常常会在职场上面遇到就是 服务对象他跌倒受伤了 其实我们都要写检讨报告 可是为什么当受伤的人变成是教保员 变成是工作人员的时候 我们却给我一种想要打压的感觉呢 因为你长期的待在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你的视野就会变得很小 就变成我要服从我的主管 我就会不自觉的说对对对 我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 因为你的主管他也只服从 他上面这个可能是基金会或主任的这个角色 因为服从太久了 他不知不觉我们都是 其实我们都是劳方 但是不知不觉我们会变成用资方的角度 来去看这件事情 而不是以人劳工的角度来评断这件事情 可是当我跳脱 当我从这间公司的这个这样子 狭小的角度去跳脱出来 我其实听到了整个世界 真的是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在鼓励我 说猪马你要加油 工商驾你一定可以请 你是没有错的 你是对的 你绝对站得住脚 自己有一种感觉是 如果自己都不为自己发声了 那之后是不是别人再怎么样欺负我 打压我 我都不敢跳出来为自己说话呢 那我拿着那个诊断书回家的路上 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是 当我为了我的权益发声的时候 我反而是可以获得更多的 比方我可以领全薪啊 可是当我为了要委屈求全的时候 我反而我得到的是更少的 我只能请病假嘛 病假就是一半的薪水 甚至我其实是不开心的 我会觉得很懊悔的 我会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为了我自己发声 其实对心里面某种程度来说 都是不健康的 最后的结论就是 所谓的工商驾就是 你只要是在工作场合中受伤了 就可以请工商驾 如果你们公司不让你请工商驾 就可以直接申诉给劳工局 劳工局绝对是站在劳工这一边的 请不要担心 那时候我都已经设想好了 反正如果他们真的不要让我请工商驾 那我就是到时候 我只要乖乖去协调委员 然后我就翘着二郎腿 等着他们来跟我道歉 然后我们就写那个协调同意书 就你要支付我多少多少钱 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权益发声 就像我一样 你们也做得到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是我今天做到了 我还在练习勇敢 希望大家也可以 Fighting